狗我妈妈把他带来给放了 但是这个业就在了 所以我妈妈在世我都跟她说 妈妈你要忏悔 因为这个我已经努力超度她 但是她一定会跟你结二元的 我甚至跪下来跟那只狗说 你要体谅我妈妈这样 所以我想各位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很多时间做了很多错的事情不知道 所以各位要经常拜八十八佛 就这个意思 甚至做错什么不知道 那你要拜慈悲三昧水灿 因为三昧水灿把一个人生口意 因为贪嗔痴三种烦恼 生口意所可能造了一切恶业 而且这个恶业会让你堕落 地狱到二鬼到处 那怎么样的苦写得非常清楚 就像一个大开刀一样 三昧水灿 一天就可以拜完 各位可以去把本子请过来 有简体的有繁体的 自己在家里拜 千万不要依赖 我们这边有没有法会怎么拜 拜有没有法师代都不重要 重点是你有没有按照经文去忏悔 这样就好了 要虔诚的忏悔 特别各位现在受五戒当然要忏悔 杀身偷盗邪淫忘语喝酒 我这五样都有 但是各位你也不用太烦恼 再大的恶业就像在天主教 天主教基督教相信再大的业在主 在玛利亚面前忏悔 这个业有没有消掉了 这就是耶稣基督存在的目的 耶稣基督就是在承担众生的恶业 替众生背十字架了 所以你忏悔完以后 重点是赶快去帮助别人造善业 不要停在那边 因为你不会再犯了 经过你虔诚的忏悔 你不再犯 当然很多人说 师父我已经念完十万遍 恩本扎萨多呼 还念常咒呢 百字民咒 我说如果你没有真实的忏悔心 只是追求念完十万遍 没有用 你还不如在路边看到人说 恩本扎萨多呼 我对不起你 这样还比较快一点 对众生有那种 有种惭愧心悲心 这个比较有用 你还不如站在路边跟人家合掌 你好你好 阿弥陀佛 比你在家里偷拜十万拜好一点 因为大乘佛教为什么要这样 不是说拜佛丑 如果你没有一个 对众生的这种对境的 这种惭愧跟悲心 那你是为了要追求自己的 赶快做完这个前行我 可以得到什么 那就没有用 你念一百万遍也没有用 所以我想一个动机很重要 所以你念十万遍的佛 有没有没事跟你老公说我爱你 有没有讲 我讲 不讲了 我不骂他不错了 还我爱你 那你却念十万遍的什么佛号 什么本尊 你也不会跟你老婆讲一句我爱你 恨他恨得痒痒痒的 我的前夫 所以有时候各位 我必须这样告诉各位 因为我发现有些人学佛颠倒了 邪见了 恨照恨 拜照拜 然后跟他一点修行关系也没有 这样就没有用 修行一定要真实的对峙自己的身心 真实的愿意去承担众生的苦 我们都是跪着忏悔的比较多了 而且我们跪还上面不能有地毯 免得你不痛 不痛没感受 我们以前受戒都跪在水泥地 然后痛得牙痒痒的 快翻脸了这样 但是这样才会 这个痛才会生起惭愧心 而且这个痛会让你的冤心在主感受到 哎哟 这么痛你还在跟我拜 对不对 他就可以 因为我们的心量不够 所以我们用这个身体的苦行 来折服自己的傲慢这样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有些人说要受戒 他并没办法得戒 听起来很简单 因为他的业障太重 心态有问题 所以样子是来参加持戒 但是有些都没办法得到戒体 所以有时候我们受戒都回去多受几次 就怕自己 我认为我受菩萨戒我也很喜欢受戒 灌顶我也要去 有些人都因为灌顶 没有菩提心做基础 你得不到灌顶 但是菩提心多困难啊 就像八观灾戒 如果你没有真实的一点惭愧心出离心 你要得到戒体也有困难 所以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很认真吧 我们就希望各位无戒全受 那有些人为什么不送呢 就是福报不够 再来业障 观念出问题 就像吃素一样 那有些人就是不吃素 那有些人就是要吃素 那就因为为什么不一样 这个没有所谓标准不一样 这是思想的问题 佛是平等的 所以它是因为每个人自己的业障 它看法不一样 那就没办法了 好 那各位了解 何况各位是发菩提心呢 那更要不但自己受好 还当愿众生 而且自己的功德要圆满 回向给众生 甚至你心里想一个愿我敬畏来祭 那这个力量就很大 你要发这个愿 你下辈子就会生在一个五戒家庭 从小爸爸妈妈就带你去受戒 因为你发的愿嘛 特别是因为今天受八万摘戒 所以大乘佛教讲的都是敬畏来祭 敬畏来祭 不是这辈子归一 各位要不要下辈子也归一啊 当然要啊 所以你是这样的敬畏来祭 直至菩提 我们都做上保弟子吧 但是站在传戒上是这样念 但是站在心态上各位观想的是敬畏来祭 那么站在戒法当然就是说敬行受 但是内心想的是当愿众生为他们敬畏来祭 这样是最好了 各位发个愿 下辈子不要穿结婚婚纱了 那什么意思呢 对不对 我们要穿的是袈裟好不好啊 那才快乐啊 所以我这辈子虽然有结婚 不过结婚那天真的有一点勉强啊 那时候我就像演一场戏一样 一点快乐也没有啊 但是这是我的因缘 那这样当然对我学佛 后来体悟佛有帮助 因为那就像穿一个犯人的衣服一样啊 不再自由了 诺人今以寿三归五戒 尽当发四红四愿 那才符合菩萨道 菩提心为了众生 这个四红四愿啊 各位最好每天都念一遍 我们吃饭也念 为什么为了度众生才吃饭的 所以每一个动作之前 我们都会念一遍 如果念完就四句念不完至少念四个字 念一下当愿众生 就是说你穿衣服也当愿众生有衣服穿 你吃饭也当愿众生有饭吃 你用钱当愿众生都有富贵 一切要把我们的思想 变成一种利他的思想 所以那你每天就修了太多次 所以我们汉传佛教的前行是在生活里面 你洗手上洗手前穿衣服吃饭走路开车 都有个祭送跟个咒语这样 那你要念 因为他要让你的方方面面 都变成跟生活合为一体的菩萨道 这一点要强调 因为我发觉有些菩萨学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当然是佛法 但是它跟现实生活比较脱节一点 因为是学的大部分是出家人在用的 所以我只是劝各位就是说 当你学藏传佛教可以 但是你要分清楚你是在家人 你要学到可以用在你的先生太太儿女身上的法 而不要全盘 我们是吸收其精华了解吗 而不是说我全盘学 我就不学那个 那你就吃亏了 南传佛教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的精髓我们都要学到 何况是天主基督教的这种 他们的宗教的一些好处 我们也要知道 跟学习 但是千万不要学了一法 而放弃其他的法 这个叫傲慢 甚至是个邪见 对你伤害会很大 所以要能够用用 所以汉传佛教因为我们汉人 所以在生活上怎么修行 所以走路吃饭都是用菩提心在射手 都是想要当愿众生 要这样来练习 所以我希望各位下回有机会 短期出家七天 学一种菩萨的修行 就是说你每一个动作思想 都是符合菩提心 要把它练习好 练习好 然后让这个菩提心 让这个利他的心 慈悲心 空性 就融入在你的不管任何时间 包括生老病死都怀着菩提心 空性 这样你就不会抱怨 你就会爱健康 怕生病 担心什么 因为你发生事情 你马上又离开佛法 那就不行了 所以要养成习惯 在日常生活里面用佛法 既以发心受戒 因之戒的福德功德不可失忆 因戒是一切善法之基础 我讲一句话 我每次都讲 我以前有个徒弟叫战孔 他是个死刑犯 后来在监狱 学佛了 忏悔 表现很好 后来被假释了 被假释了 后来就跟我出家 他出家功德很大 因为他出家以后 就送他回监狱 渡监狱的人 因为监狱的人 没有像他这么老大 他真的是在台湾南部 喊一句话都可以动的 这种有影响力的人 所以以前我出去 他带着他的兄弟在我旁边 我又不是黑道老大 我跟他说你们不要跟着我 他说我们老大 拜你 我说不一样 这不一样 人家会怕我的 但是有些事情 我还是请他助理 因为有一些事情 有一些寺庙要被抢了 有一些不应该的人抢寺庙 我就请他们去巡逻一下 就没事了 以刺拔刺 偶尔要用一下 但是他为什么这么有信心 后来一定要出家 因为他出狱以后 他当然很虔诚 有一次他在路边看到有人 被车子撞 然后冒血 如果不止血一定会死 因为救护车没来 然后他就手按在他冒血的地方 他说我许登雄啊 一不杀生的借灰箱给你 希望你血止掉 他就停了 停了以后不可思议 到救护的那个人活 所以他就来出家了 他说师父持戒功德 我说你才知道 一条 他说我过去杀了这么多人 无所谓 他以前都是拿那个西瓜刀 来来来赌博 不赌我就 赌博就是脚给他钱 一定要赌输的 很蛮横的 在路上放土字炸弹 你杀石车要做生意 你不交钱 我就啪就给你炸掉 多狠这样 但是那是他的过去 但是后来学佛 他比任何人都还虔诚 他那种虔诚 以前的小弟欺负他 叫他拿大病 他都拿 他都不生气 后来他收了很多 这些吸毒了 出狱以后 收在他那边 欺负他 骂他 他都忍 因为他说 这个人在替我修业 这样 所以这样人家很佩服他 非常佩服他 180度 像弥勒日霸一样的改变 后来他求生净土 但是他一辈子身体不好 因为他叫人吸毒杀人 所以他一辈子都在 就在病苦的磨难 那至少他很认真活到七十几岁 这样 跑遍很多监狱 把他的亲身经验告诉别人 所以呢 这个戒不可思议 因戒是一切善法之基本 由戒而得定 各位持戒 持戒了你心才能够专注 不会乱 那心专注才可以了解真相 叫慧 就会看清楚真相 由戒而定而发慧 由慧而得解脱 所以各位要得到解脱呢 这成佛就一定要持戒 故隐依教奉行 所以我现在问各位 各位要打能依教奉行 好不好 要打大声一点哦 你这一念 等一下外面排位就超度了 冤心在主就原谅你 因为你决定这样去做了 而且我们伦敦少林寺 各位不要看 这个是一个寺庙 对不对 而且是汉传的一个很好的传承的寺庙 这是有加持力的 但是 当然各位也要多到少林寺来做做义供 好不好 来这边烧烧地 当做是自己的家一样 当做自己的家 像我 我这个海自卑 我的第二代叫战 我的师父叫儒 师公叫珍 珍儒海战吉 我们是少林寺最古老的草洞中的传承 所以我来少林寺有那姻缘的 所以我们是少林寺的传承 各位也是少林寺的弟子 所以我们打的是心灵少林 修忍如修自卑 但是各位要去学学武打也可以 念身体 保护众生 好 如果你是真的决心要受这个戒 真是太不可思议太有福报 因为你不可能堕落二道 生生世世 你一定富贵做天王做人王 这是一定的 因为慈戒的功德 我这样说是鼓励各位受 因为有些人说 我跟着念念 反正我就做不到 至少还有一点